这次回访特别出乎我意料 我以为是 我病好了 很开心啊 没问题 结果每个人进来 这个叫病齿感 其实 HIV不可怕 我常常跟他们说 你们是病人 不是罪人 真正可怕的不是HIV 而是无知和偏见 你好 请坐 这次请你来 我们就想 关于这个手术之后 我们整一个情况 我们做一个回访 那我们现在 就是发作的话 你觉得是 按照以前的那种 大发作小发作 已经没有了 对吧 全都没了 应该现在没有了 没发作过 没有发作 那你现在觉得 自己生活质量怎么样 没有发作不就是好了吗 我孤独了 精神上比较冷 比较孤独了 我这个病 在老百姓当中 最终精神的 就疯了病 特别是知道 我病了一些同学 人家的同学 人家的同学 都没有一个根本 在老百姓 以后所以你们在工作生涯当中 就是把做成羊颠峰之上 就去掉 嗯 就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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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感觉还是要多注意一下人文关怀 然后也顺便做一下哪些健康宣教 其实他们来看病的时候 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做这个工作 所以随访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这句话好棒啊 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他们会面临的境遇 真的想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以为治好病就没事了 对 嗯 您坐 您坐 坐 有两个人就对 我没记错的话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做的手术是吧 对 12月30号 12月30号 对 那这个平时 嗯 白天在干点什么事情呢 在家里 喝紫 他 耐心的种什么种紫 哦 哦 那那很好 那很厉害 嗯 他自己有自己喜欢的事情 哦 这是刻的结婚的东西是吧 嗯 嗯 这太孤单了这是肯先生 哦很厉害 好厉害 这个 厉害厉害 哦刻的挺好的 嗯 这个也要 厉害 哦 哦 这个怎么办 可以看一下 送 哦 哦 给朱老师 哦 送礼物 好 我们转转 我转交给朱老师 真的做得很好 对 啊 之前你是 药物控制不住了 是吧 嗯 发作起来也很难控制住了 最后决定要手术了 是吧 嗯 14年9月5号出院了 那你现在控制怎么样 现在就是药停了 停掉了之后 心里面也有点 郁闷 哦 很多都是心理上 你现在自己生活过怎么样呀 平时上上班 然后就 周末干点啥 目前 就是私立照片 啊 实验 还要去找工作 刚才还有一个 就是 也是个癫痫的病人 他 朱后恢复都很好 你看他是他课的纸 今天送我们的 每个小小小孩 对 我觉得你还是 就发展幻想自己的爱好 你看他也 术后一段时间了 就是现在这种手工活都做得很好 所以还是要积极向上一点 因为我自己有病 如果人知道的话 人家也会说 会有一点 嗯 不一样 我看你交流挺正常的呀 没有什么不一样 对吧 我觉得他们好害怕这个世界呀 心态还是要积极一点 不用纠结这么多事情 就像现在跟正常的也差不多了 可能是你自己想过 对对对 心里有 因为心里不能有 你自己安慰自己 对 这不是安慰 这是事实 事实啊 确实 你现在药都不吃了 你现在就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呀 对吧 他太需要听到这些话了 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完全恢复 那我们还是要 后面还有很长的 那么多年要走 对吧 我们要给自己早点 开始要过自己的生活了 好的 那没有什么问题就先这样 有什么问题就跟我们联系 来找我们看板准也可以 好 那没事 啊 不要担心了啊 这个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就 之后就想自己想玩什么 想干什么 仔细想想这些东西 哎 好 好的 好的 好 没事 好 去路上小心 对 还是这边电梯下去 张架变得完全不一样 温柔好多啊 很唏嘘啊 真的是 这点沉重 这次回访特别出货意料 我以为是 我病好了 很开心啊 没问题 结果每个人进 这些病例 我真的是觉得科普这件事情啊 很重要 民间对有些疾病有很大的偏见 的称呼 嗯 我在这里头其实特别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 有一种就是不想见人或者戴个大帽子盖得很深的 这个叫病齿感 啊 病齿感 在我的门诊里边印象最深或者接触最多的就是 HIV 患者 嗯 他们就是经常是在门口就是戴一个很大的帽子张望或者是就是偷偷地走到我的面前也不说话就拿开病例本翻开一看 是 HIV 加号 于是我就知道了 嗯 所以HIV 患者来我的门诊的时候我一般我会主动地说我们可以拥抱一下吗 嗯 哦 天哪好温暖啊 哦 因为其实他们其实特别需要这种把他们当成自己人或者正常人的这种的朋友 对对对其实HIV不可怕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是病人不是罪人真正可怕的不是HIV而是无知和偏见 嗯 他们所谓的病齿感的话是因为来自于周边的环境 大家周遭的眼光所以我觉得就是普通人对于这些疾病的一些称呼也其实需要纠正一下 比如说像什么杨颠峰就是颠线症 我们现在的医学模式叫做疾病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所以要把一个病人搁在一个社会现象中去看 而不是说光是把这个肉体的疾病治完就算完事 嗯 对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觉得很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害怕人群或者想远离人群 就我拿一个非常非常不重要的事啊 就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脸上会冒很多痘 但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也好不想见人啊 就哪怕你可能化完周晚你出去 你还是不太敢抬头去见别人的 所以就是这种心态其实很难去改变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能彻底改变 但是至少会让他觉得不是绝对孤单 对 要有改善 包括我们这个片子的这段讨论 对于他们的这回访的东西 其实也是对这个群体引起社会的关注的一条路 就是让我们进一一步的和切 有 publish to 一期之一 或者亲 Appreciate deze